台信文看一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就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宣布因为健康的问题请辞待命之后 日本自民党党魁的选举结果 在今天终于揭晓了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 以377票压倒性的票数当选 日本国会预计在16号会召开临时大会 进行首相选举 预料菅义伟将会顺利的成为 第99任的日本首相 其实菅义伟在官方长官期间 发言非常的谨慎 围巾处理能力强备受肯定 那么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 就是令和大叔 当时他拿着令和的这个牌子 来宣告新的日皇年号 那么私立下的他 生活非常的规律爱好甜食 但是也非常严谨的来控制自己的体重 在老朋友的眼中 更是个重情重义的暖男 菅義伟和菅义伟 日本自民党党魁选结果出炉 航务悬念由官房长官菅义伟拿下377票 以压倒性票数当选 16号参众两院会召开临时会选举首相 预料菅义伟将成为第99日日向 菅义伟是农家子弟 高中毕业后办公半读 完成大学学业 26岁那年他决定从政 先担任议员秘书长达11年 38岁选上横斌市议员 47岁再转战中议员 而安倍两度执政菅义伟都入阁 第二次更出任官房长官 发言谨慎备受肯定 去年菅义伟宣布领和新年号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还被称为领和欧吉桑 他担任官房长官长达七年八个月 也创下日本宪政史上在位最久的 自生活上菅义伟 滴酒不沾热爱甜食 又空手到三段段位 每天看报一小时后 步行40分钟 早晚还会各做100次 养过起座十分有规律 在老友眼中 他更是不折不扣的暖男 一般预料建议委会 承袭安倍路线 预料台日友好关系 不会有太大改变 文宋编译